人活在世界上 虽然有很多不如意不顺遂的事 但是无论我们遭遇怎么样的逆境 我们都要好好地掌握 把持自己的心 让它能够好 让它实时存有善意 处处保持正面 以笃实坚定的意志 去克服困难跟障碍 现在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如何掌握自己的心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心 常常在做些什么 我们自己的心经常 是什么样子的在运作 在动作 我们的心经常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活动 如果首先知道了以后 那我们比较可以掌握自己的心 还有我们自己的心经常是在活动 因为盲目的在活动 无聊地在活动 无聊地在活动 以及呢 再啊 莫名其妙地在活动 那就是我们呢 不知道自己的心 有的人呢 心没有主宰 在活动 那就是我们的心经常是在活动 我们的心经常是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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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心经常是在活动 我们的心经常是在活动 所以这个还没有过手 千亿赚回来 很快就赚几十万块钱 他说我这一下子 这个偷鸡没有偷到 而缩了一把米 我说你的心就是不好 我说你自己是个不教徒 明明知道这个钱是不应该赚的 你想要赚这个钱去 人家一说你就买了心动了 他说师父是啊 从此以后我不再赚这个钱 我说已经完了 不过还不完 以后你有那个教训以后 你才不会赚这个钱 我们人常常有这种问题 常常不容妄俗 常常手上有一只鸟 他看到这只鸟是不好的 在树上有一百只鸟 那些鸟是很好的 他把手上的鸟放掉了以后 抓那一百只鸟 结果手上的鸟放掉了 那个树上的鸟也飞掉了 结果手上也是 那看看啊 一定是不要三性二异 不要没有主宰 一定要脚踏实地 所以一步一个硬 不单是一步一脚硬 而且呢 一步一个坑 站得非常的稳定 所以我们的心呢 才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啊 而老是在改变自己的主意 改变自己的方向 我们的主意确定了以后 不要老是改变 我们的方向确定了以后 我们一辈子最好有个大方向 没有一个方向感的人 那是随时都可以改变方向 随时都可以受到他人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的目标 的未来的方针 而自己做人的立场 所以这一改变以后 你自己变成了一个无足的孤魂 常常呢 随着风推一草动 而自己的心就变动 因此我们呢 禅宗里边有两句话 第一 你要做你的心的主人 第二 你要踩定你的脚跟 脚跟不能不垫地 脚跟要踩稳 一定踩稳了脚跟 第二步再往前走 还有呢 心一定是常常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谓心的意识 心在内 实际上呢 常常呢 我们的心是在外的 为什么 忘掉了心在里边啊 心就被外见的情况啊 说动摇的时候 说短片的时候 就不能做主张 因此常常只要说 我的心在内 不在在外 常常遇到情况的时候 马上啊 要 确定一下 我现在的立场是什么 我原来的立场是什么 我本身呢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准备是要做什么的 常常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啊 自觉的 心的话 我们就能够掌控自己 当然 这也要做一点的修行的功夫 那就是要 所谓定功 和啊 有点智慧的 有点啊 点光 那你成了一个知道方向 成了一个立场的 会更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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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的目的呢 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 从自我的困扰中 达到无我的解脱自在 现在呢 我们就恭请圣野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如何做到无我 今天早上呢 有一位菩萨告诉我 他说师父啊 一本能没有啊 一章不能有 这个 完全不一样的啊 一本能没有 一章不能有 有了一章的话呢 那就障碍我们了 动弹不得 或者障碍我们了 做应该做的是 想应该想的念头 说应该说的话 那叫做一章 什么叫做一章 就是啊 我们举心动念 举手投足 我们一举一动 不管是啊 用语言的 用头脑的 或者是用我们的身体的 任何一种行为 做造成的一章 一种义 可是呢 义 对人有义 对己有义 对自己的身心有义 对他人的身心有义 就不会造成了 叫做义章 如果说 自己啊 的行为 使得他人困扰 使得自己麻烦 使自己啊 受损失 所以他人受损失 这就会造成一章 所以自己 让自己受损失 损失的时候呢 在自己能力上的呀 财力上的呀 损失 那我们就 要做的事情做不起来 就变成障碍了 对他人造成损失 伤害的时候啊 他们会来 讨会公平啊 要想我堆毁 他们自己受到损失的 补赏 那就会来障碍我了 我就变成了一个 欠人家的债的人了 而他们呢 就 人家就变成了 我的债权人了 这样子一来 我们 处处都会遇到障碍 因为我们 得罪了很多人 我们使得很多人 伤害了 所以这个就造成一章 如果说是呢 只有意 而不是一章的话呢 那就很好了 所以意是什么呢 你菩萨要自利利他 佛要广度众生 用什么呢 用智慧 用慈悲 所以用爱心 用清净的 无染的 无条件的 爱心 来 帮助自己 又帮助他人 爱心主要是帮助人 那么智慧和慈悲呢 也主要是帮助人 也帮助了自己 像这样的叫 符法叫做什么意呢 叫做负意 会意 智慧的意 叫做会意 这个帮助人的意啊 叫做什么 叫做负意 这个也是意 这样子的意 是成长我们功德的 是让我们呢 左右逢源 而使我们呢 处处啊 都能够自在的 这种意 要的 因此我们现在再讲到 我 有我和无我 知识的我 以及呢 是啊 功德的我 不一样 知识的我 是啊 非常啊 愚蠢的我 这个愚蠢的意思呢 明明 做了这些行为之后啊 他的结果 战士自立 战士的 是利益到 利益到自己 可是往长远看呢 是啊 不利益的 比如说我们呢 在一间房子里边呢 好多人 共同生活在一起 结果呢 我把我的垃圾 我的大小便 从那放在那边去 放在那边去 让你们受害 我没有受 我保持我自己的环境 很干净 结果 到了时间 长一点以后啊 那个地方抽气 那个地方的抽气 那个地方的垃圾 同样的影响到我这 同样 我们把垃圾给人家 人家也会被垃圾 到我们这来 所以互相的惊扰 互相的干扰 互相的呀 在 敌对的时候呢 这个互相的呀 破坏 在这个时候 是反受其害 所以这种我 是叫什么 我是愚蠢的 致死的 我是我们要解脱的 要放下的 可是功德的我 我们还是需要的 所以功德的我 一定是 所以大功无私的 不为己而为功的 不为己而为他的 为他一定是 自己也在其中 所以最好的自私的方法 就是不自私 最好 最安全 最可靠的 这个观念呢 就是呢 帮助一起众生 是他人 全体的利益 自己一定啊 最安全 所以这种 就是大我了 另外再过一层呢 我们叫做无我了 夫法是讲无我的 无我的意思是说 我做一切的功德 而不计较 我有没有功德 我付出一切 帮助一切人 可是呢 我心中啊 不会希望求回馈 我不会希望求回报 我只是说 我做 我应该做的 做完了 再 不再想说 啊 这个我一定要回收 这个叫做无我 成了夫以后 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它有功德在 它有力量在 在释放三世无穷的世界 无穷的空间之中 它处处都在 事实都在 这个我是不是更了不得呢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 佛法呢 就是教导我们 要放下灿源 以付出代替战友 以给予代替博取 以服务代替享受 当一个人能从灿源中 挣脱出来 才能够免于被外界的 物欲操纵的痛苦 过着清静 过着清静安定 喜悦的生活 现在呢 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 进一步为我们开示 放下攀缘的意义 所谓攀缘这个名词啊 这是副教的专用 也就是人的心 人的念头 经常向外看 向外在想 跟外界呢 来集错 对外界呢 关心 也可以说 对外界 比如说追求 因为自己啊 心不知道放在哪里 心不能安 我们平常 在无聊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是看看报纸咯 看看电视咯 多多小说咯 听听音乐咯 或者找人打几圈麻将咯 或者找人呢 天然地板地聊天咯 在一起发发牢骚咯 这个土土苦水咯 这些呢 都是叫做什么攀缘 因为心不知道怎么办 心没有事的时候 好像 这个多空虚啊 好寂寞啊 因为这样子 所以自己啊 收漏了自己 不愿意把自己收漏掉 希望把自己拉住他 拉住不知道怎么拉方 保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保有方 只能够一朝浮沫 就抓这一样 抓那一样 好像一个人呢 掉在海里边 这个事故茫茫 不知道怎么办 看到有什么草也好 摸头也好 什么东西 看到只要有一个东西 在那旁边 他就抓住他 抓住他 是不是能救命 不知道 反正是抓了 抓了就比不抓好了 这个就是一种攀缘心的原因 攀缘心有没有好处呢 也有他的好处 并不完全不好的 我们如果有兴趣以某一桩事 或者是某一些事 那攀缘很好啊 或者是呢 我们呢 有一种啊 心愿要想付出什么 要想完成什么 那也是从攀缘心来的 看到某一桩事没有人做 我想去做 这也是攀缘心 那么这种攀缘心是好的 所以缘 有啊 恶缘 有啊 善缘 攀善缘不是不好 攀恶缘 攀无聊的缘 那是不好的 看看对自己的身心 对我们的环境 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是正面的 是好缘呢 我们叫善缘呢 我们也不仅仅是攀缘 我们还要寄缘呢 寄缘的寄 就是说 我给你发生一些关系 就是寄缘呢 所以 不要说攀缘 这是坏事情 不过呢 像我刚才举的很多的例子 自己啊 心中并没有一定的主见 没有一定的主宰 并没有一定要做什么 并没有一定的方向和兴趣 而这是 自己呢 心无俗足 像个孤魂野鬼 这个动攀一下 西攀一下 动抓一把 西抓一把的心呢 这叫做攀缘心 我们希望能够这种心啊 能够少一些呢 我们多 就除去一些啊 这个自己的体能和心力 可以把它集中起来 把它除去起来 来做我们有意义的工作 有意义的事 这样子 因此呢 我们呢 在复法里边呢 就有方法了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 念佛是方法 拜佛也是方法 鼠呼吸也是方法 参禅也是方法 打坐也是方法 拜颤也是方法 这些呢 用这些方法来把我们的心 不让它向外啊 乱攀缘 而让它心呢 一个是集中起来 然后呢 安定下来 使得心安定以后呢 就好像是什么 这个 一缸浑水 泥浆水 如果用冥凡呢 打过以后呢 这一缸水啊 渐渐地就沉淀 之后呢 水里头是 非常的清爽 水面 以及水泥 都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水缸底下 一眼呢 就看到底 非常的 纯测 透明 那我们的心 也是一样 我们少攀缘 甚至于 到了没有攀缘心 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 就不会啊 六神无阻 我们心 直接能做主宰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产生智慧 所以智慧呢 就是 纯粹的 客观的 观察罢 看到什么 就是什么 什么事情 什么人 问题 出现的 在面前 直接要一模了然 选择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处理 这样的事情 究竟是好 还是不好 当我们 攀缘心 停下来的时候 这是最有智慧的人 当我们 攀缘心 不停下来的时候呢 随时随地 会给人家计较 厉害 都说 还有呢 中国人 讲一句 很好玩的话 说 佛 争一罗香 人 争一口气 给人家争气 结果呢 争气 争不到的时候 就生气 这个是何苦呢 所以这个呢 都是为了攀缘心 而产生的问题 如果我们攀缘心 放下 用修行的方法 使得我们的心 能够很安定 那是很有智慧的人 这个时候 才是真是 最好的 最大的享受 自己在生活之中 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应该进入什么预复 我们不要 让人家吃个损失 受到 这个捣乱 而自己 还是要 帮助人家解割这些问题 那这个才是 这个 是 是